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赖清德看起来是想要速摊 这是否代表过去蔡英文是在互摊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蔡振元 大家好 立法委员赖世宝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蔡兵恩 昨天厦门的彩线团 循着小三通模式抵达金门 正当大家认为路客 恢复来台旅游 似乎是露出了一线曙光 不料现在又传出了 大陆国务院关税委员会宣布 从9月25号开始 有34项台湾的农产品 被取消了关税优惠 国台办的发言人怎么说呢 他说原本是秉持着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让34项的农产品可以免关税 但是民进党是顽固地坚持台独 阻碍两岸的交流 单方面限制了大陆 有一千多项的农产品输入 损害了两岸的经贸利益 因此国台办说 他们支持国务院的关税委员会 做这样的决定 好消息传来 结果我们的农业部长 陈俊记怎么回应呢 他说两岸农产品 沟通管道的确是失效了 所以我们是从大陆的官网上 才看到这个讯息 不过他说这次是针对2005和2007的零关税品项 不是针对ECFA的早收清单 他也说大陆又不是禁止输入 只是个取消关税而已 对台湾的影响不大的 但他们会密切的来关切 好了2024年 我们这34项的农予产品 出口大陆的金额其实是736万美金 而恢复了正常课税之后 要交多少税呢 答案是107万美金的关税 是3000多万元 而且你以比例来看 这736万美金 也不过就是一个营业额 还不是一个利润 结果卖7块钱东西 就要交1块钱的税 这样的比例难道不大吗 真的影响不大吗 好媒体人赵耀康怎么看呢 他说官员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有点合不食肉迷呢 因为说这个农业产值小 增加的关税不大 但3000万对于农业不是个小钱 对农民来说可就是大钱了 而这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会不会把ECFA停掉呢 那从农业再到工业 甚至是到高科技产品 会不会全部都会被取消 任何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任何的这个让利呢 那拜托政府 不要再每天恶意相对了 一副要吵架的连红 农业大县县长这个张立善呢 他也非常担忧啊 他说农业产品优惠说 往大陆可以减轻农民的成本负担 站在国家的立场上 应该要是尽量的来协助农民 不要让他们血本无归啊 但这几年来两岸非常紧张 在没有充分沟通情况之下 牺牲的全部都是农民啊 立委牛许庭他则说呢 大陆把关税啊 重新给调回来 其实就是在一步一步 要没收ECFA 这些农产的占比可能并不高 但对于农民来说 关税调整影响的是竞争力 民进党不能够用总值影响不大 来淌赛过去吧 好啦 政府说呢 因为这取消的关税很少啦 才三千万 问题是这些钱在官员的眼中 或许是个小钱 但对农民来说是利润大幅的缩水 有可能会影响到生计啊 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杜文哥怎么看 其实大陆财政部讲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掩耳盗铃啊 那马英九总统那八年 你们的东西还不是一样呢 你们的牵托啊 我们占大陆的便宜啊 吃这个ECFA的和平红利啊 已经十几年了 这个一定是错的啊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台湾的这些 我们的国民生产所得这些GDP什么的 是远远高于大陆啊 那我们是凭什么要求大陆给我们免关税呢 大家的观念一定要再纠正过来 不要再停留在二零一零年 马政府的那个ECFA的年代 那个年代已经过了 十几年了 够了 占人家便宜 该还人家啦 我们老是这样厚颜无耻的跟大陆要求免关税 那大陆的东西卖进来为什么要关税呢 我们甚至根本不让他卖进来啊 他想科关税都没门 我们怎么这么无耻呢 为什么要这样卑躬屈膝要求人家呢 卖去大陆的水果哪一个大陆没有 大陆没有种的 那大陆为什么要跟我们买呢 大陆自己水果都吃不完 还能买我们的 你觉得合理吗 我们不要再这么丢脸了啦 我们应该主动的取消ECFA 不要再跟我讲说 我们要照顾农民 台湾的农民 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 这实在也是可能 这个我是讲一句就好 这个国土计划法 农业部的次长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农会反对 各位观众朋友 当百分之九十九的农会反对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就要百分之百的赞成 这些农会水利会 都是地方的那些叉叉在处理的 都不是农民 真正可怜的农民 都是被这些农会水利会剥削的 我们应该要求说 农会水利会的人 都不准经营八大行业 都不准鱼肉香民 都不准有钱科 我们一次金改 打了一兆多的呆账 都是这些 阿萨布鲁 阿里布达的这些东西 这个我就不谈了 我跟各位讲实在话 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是棍子 这个是胡萝卜 他一手棍子 一手胡萝卜 这样子统战你 我们对策是什么 我们没有对策 我们眼巴巴的希望路客能够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人家的人民币 你希望路客来 希望路深来 希望两岸扩大交流 你要的就是人家的钱 你承认两岸是一家人吗 不然你交代亲就说一句我听话 就讲两岸一家亲交代亲就讲一遍 五个字 你讲一遍 你不承认嘛 不承认也没关系嘛 我也不要跟你赎 那不承认就算了 那你不承认两岸是一家人 然后又要跟人家要钱 就算是一家人 也不应该跟人家要钱 为什么大家的观念都这么扭曲呢 ECFA十几年你有赚到钱吗 我一块钱都没赚到 我是反对ECFA的 你反对 我没赚到钱 我没赚到钱 你没有分钱给我 我为什么要支持ECFA 我在大陆网友面前抬不起头 我为什么要去弄这东西 本来两岸你不是对等尊严吗 你每天跟我说对等尊严 纯粹就要跟人家吐东西 不见不笑 丢台湾人的脸 我们不要再大物便宜 我们怎么好意思去跟人家要东西 这个很奇怪 那个两岸的关系是变态的 是恶化的 从以前连战2005年到马英九 2010 ECFA到现在 那个整个都扭曲掉了 蔡英文那八年 他有承认九后公司吗 没有 那ECFA为什么马照跑舞照跳呢 我不去批评大陆的这个对台工作 我只能告诉你说 这个很悲哀 你看看昨天 这个在立法院的朝野协商 那个柯建民请假 吴思瑶在表演 2758号绝语文 不涉及台湾 韩国瑜还没收 讲了一大堆 我跟各位讲 你看这个国民党的党团 之前说什么 尊重 国民党团尊重 民进党要提2758号绝语文 不设台湾国民党团尊重 我也是笑一笑 因为今天赖世保来 我就火力比较难发挥 我是希望以后不要再找赖世保来了 我比较好 可以发挥吗 可以发挥 谢谢 我拿到免死金牌 我拜托所有的朋友 请你不要再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 是朱立伦 总召我刚问了赖世保 那种总召是一年选一次 还可以连任 是傅昆琪 你现在也支持国民党 你就是支持朱立伦跟傅昆琪 你觉得朱立伦跟傅昆琪 是值得支持的吗 是吗 如果你喜欢支持朱立伦跟傅昆琪 我祝你幸福 今天国民党的党主席 如果是马英九 韩国瑜 洪秀柱 立法院的总召如果是赖世保 我会叫大家支持国民党 正国民党你串頭的是 朱立伦跟傅昆琪 你回到下去 你支持国民党 你害国 我这样讲这样就好了 你在我比较不好意思 来骂骂美国人 这个不要脸的美国人 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叫Curt Campbell 二七五八号就被人家说死不掉 我就不跟这个外国人计较了 我跟各位讲 独派的精神胜利法是什么 他们独派说 美国不支持台独 这拜登讲过嘛 独派就自我安慰说 不支持不是反对啦 他是不支持台独 他没有说反对台独啊 对不对 一九七九年中美断交 中美断交是跟中华民国断交 不是跟台湾断交啦 不要怕啦 二七五八号排我纳斐案 独派的精神胜利法是说 这个内容没有提到台湾啦 所以二七五八号决议文 跟我们无关啦 我想独派的朋友都这样 这种精神胜利法 我不是笑笑啦 最后我跟大家说 你看拜登政府 十六次的军售卖我们什么 卖我们这些啦 这些零附件的这种维修案 你看中国时报写什么 以前啦 以前在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的时候 这种零附件都不算军购的 不算军售的 他现在跟你说十六次 然后给你灌水 我看昨天赖士保委员又有提 你看那个美国送我们的是什么 送我们的是派档股 送我们的是一九八三年的弹药 已经过期了 自己送这样 这个就是美国总统拨款送我们 这不是买的 这是送的 送你过期发霉的防弹衣 然后送我们买的是这些东西 都是这些零附件 那你还相信 坚弱磐石 你还相信美国人 那我们就很简单啦 观众朋友 你看看美国给乌克兰的承诺 哪一个对线 乌克兰有加入欧盟吗 乌克兰有加入北约吗 克里米亚有抢回来吗 都没有啊 你还相信美国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筹码 都放在美国那边 当然也不能把所有的筹码 都放在大陆那边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每天你母亲 母亲2758号 这个我跟各位讲 这个独派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最近有一些 像荷兰那些XX那些国会 这玩这个 都是美国在后面善动的 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懂 你去打悟空好了 好不好 不要被骗了 不要被那些政客骗了 这些都是骗你的 像这种 这种糖衣毒药的东西 我们要面对大陆的统战 大陆从1949年来 所有对台湾的动作都是统战 可是我们有对策 我们没有对策啊 所以很抱歉 刚刚哈元宜那个搞头讲的 我都不承认 那是他个人看法 与来宾无关 这怎么会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处理呢 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不要让大陆的网友 大陆的同胞看不起我们 我们的整体的GDP是 那北上广深我们是输啦 蔡正元在北京念了五年的博士 他很清楚 北京的物价上海的水准 都远远超过我们 只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 但是我们跟大陆的内地比起来 我们好很多啦 你还记得李克强在两会讲的吗 大陆有六亿人 一个月才一千块人民币呢 对不对 他两会的时候讲的 他们李克强也不在啦 那我们的整体水准远远高 应该是我们去抖内人家才对啊 怎么是人家抖内我们呢 好不好 拜托大家 不要再被ECBA骗了 我们要主动的告诉大陆说 PiXen跟你们A了十几年 ECBA到此为止 换你们的东西卖进来 我们不要这种很扭曲 主持人你知道苹果 我们台湾 因为经纬度的关系 我们的苹果很少 我们的苹果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什么纽西兰啊 什么智利的苹果进口 大陆有很多苹果啊 我们为什么不买大陆的苹果 为什么 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我们不买大陆的苹果 我们宁可拿着新台币 去买其他国家的苹果 我们不买自己同胞的苹果 你不觉得我们很变态吗 你不觉得我们有病吗 好 不过事实上 这一次这个关税优惠的取消啊 毕竟冲击到的还是农民 农民一般来讲 是经济上比较弱势啦 那突然一下取消了 冲击比较大的 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是 世家 柚子和白带鱼 那农业部就说呢 这34项的农产品 2024卖到大陆去 也不过只有2.3亿元啊 那取消免税的话 就克个三千多万而已啦 这影响并不大 不过呢 以世家为例 从去年的12月 世家解禁开始 到今年的6月为止 马上产值已经高达5.7亿元了 那一旦大陆开始克税的话 那时候冲击的 会只有三千万而已吗 陈俊记他透露说呢 农业部是看到大陆的网站 才知道说 我们已经被取消了免税的优惠啊 等于是就承认了 两岸沟通管道 确实已经完全失效 治理农业的第一大县 云林县 张立善宪讲很感叹 他说两岸紧张 又没有沟通的情形之下 牺牲的就是农民啊 那为了百姓的生计 政府难道不应该思考 如何降低两岸对立 来展开沟通吗 立文怎么看 其实就这个两岸的这个 ECFA 或者是说这一次的 关税的问题 我是同意刚刚 辉文所讲的 那民进党不是口口声声 说两岸要对等吗 现在就对等了 你不让大陆的东西卖来台湾 那大陆的不让台湾的东西 卖去大陆 你又有什么立场 可以说三道四呢 那到底谁需要对方的市场呢 你认为是大陆的市场大 还是台湾的市场大呢 这不是有长眼睛的人 都看得出来的事情吗 所以大陆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习近平 在见马英九的时候 所讲的 今天如果是两岸一家亲 对不对 什么话都好说 有任何的困难 有任何的误会 有任何的心结 我们都可以解开 对不对 如果两岸一家亲的话 就像刚刚辉文所讲的 台湾有什么需要 他们都可以慷慨解囊 但是如果两岸不是一家亲 如果你们硬要搞台独 那他们当然自然没有必要 拿热脸贴我们的冷屁股 不是这样子吗 那一切不就是公事公办 其实大陆也没有为难台湾 他们只不过把过去 在马英九执政时候 对台湾释出的所有的善意 慢慢地收回 注意 慢慢地收回 他还没有一次地收回 这还不够客气 那什么叫做客气呢 但是反观 那民进党 那可是真是非常的绝情的 所以对于北京来讲 他也不需要真心换绝情 到这样一个地步吧 那北京他筹码多 有耐性 你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对于国际贸易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 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 要遵守的 他们已经对台湾片面地 释出了违反国际贸易规定的善意了 所以今天他们也不过就是公事公办罢了 那台湾这边反而显得非常的荒谬跟好笑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现在换了赖清德 都不敢把ECFA给中断 那当年不知道在反什么意思的 然后呢 只要大陆说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或者是抓到虫啦 或者是怎么样啦 所以台湾的商品或是农鱼产品 不能够卖到大陆去的时候 民进党就气得跳脚 民进党不应该开心才对吗 最好两岸老死不相往来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不是民进党所期待的吗 所以民进党也是非常的矛盾的一个政党 刚刚讲到这个2758 也非常的好笑 如果今天民进党认定了2758跟台湾 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后呢 他不是说了 又是澳洲 又是荷兰 又是美国 都率 现在通通跳出来 支持说2758跟台湾没有关系 那他们这些国家 应该去联合国提另外一个决议啊 那光是在台湾的国会 自己演给自己看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那联合国之前秘书长 公开才出来讲说 就是呼应中国大陆的主张嘛 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一审 对 一审 对不起 他一直讲一审啊 那人家联合国都这样公开讲啦 那这些看不下去的国家 这些觉得不服的国家 这些觉得2758号的决议 不是这个意思的国家 应该在联合国里头提案才对啊 那这些国家 在他们自己的国会提案 是什么意思呢 是演给谁看呢 有意义吗 那如果当年2758的决议 完全不设台湾的话 那这些国家干嘛 一一纷纷的跟中华民国断交呢 不是跟台湾无关吗 你们可以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 但是跟中华民国无关 跟台湾无关 你干嘛跟我们断交呢 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那经过了几十年 江湖小安今天看明白了 想通了 也可以也行啊 不是跟台湾现在史上最好吗 那所以赖清德政府 就是赶快去跟哪个国家 澳洲是吧 荷兰是吧 美国是吧 赶快去跟他们建交啊 看看人家敢不敢理你啊 不要老是演这种假动作嘛 就是偏偏选民 这搞什么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好像无私咬 在人家协商结束了 才一把演了一把鼻涕的时候 我又来提动议 你这不是摆明了演戏吗 你这个秀也演得太难看了吧 你就是演假的嘛 这么低劣的戏嘛 真的是 台湾当然啦 有一批选民就是喜欢看这种戏 但问题是我觉得 这越来越来越多的人 会看清楚真相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的政经实力 军事实力 已经不再是20年前 10年前 更不要说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了 这一看 这不就是利益得失 非常的清楚吗 好 到底谁是真心的来对台湾好呢 先前美国军援台湾了 3.4亿美金的军品啊 哇 是不是肩坐磐石呢 结果却爆出送来的竟然是过期的弹药 发霉的防弹背心 连机枪是用纸盒散装的 立刻引发了舆论哗然 今天国防部长他亲上火线来澄清了 他说哎呀 在这个交运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些瑕疵 但是我们跟美国反应之后 马上获得了美方正面的回应 而且有问题的装备 只占我们的军援的一小部分 还怪大家说你们怎么把焦点都集中在弹药跟防弹衣呢 还有其他的品项对我们的战备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不应该拿来作为以美论的基调 然而一开始这以美的其实不是台湾人 是美国国防部自己的监察单位 看不下去写了报告才揭露了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谁能够想到我们的子弟兵 竟然穿的是美国送来的发霉各装 用的是过期的弹药呢 那如果连这么基本的装备都无法控制品质的话 其他军援真的有办法提升我们的战备 保障我们官兵的安全吗 蔡伟怎么看 这是军事援助吗 我们在两年前已经给了美国将近两百亿美元 我们一点利息都没收到 这两百亿美元如果以现在美国的利率5%的话 那两百亿一年就是多少 一亿啊 然后两年就是两亿美金啊 那两亿美金是现金耶 他竟然送来三点四亿的美军的军品值得这个钱吗 换句话说 就像说这个立文开了一个牛肉面店 我跑了点牛肉面 他让我等了一个小时 只有来说两百块的牛肉面 给我个二十块的小菜 就来了小菜发现说里面还长虫 就像我这个不必去感谢啦 懂吗 这个我们的现金利息给人家使用 这个拿的军品是这个德性 那顾立雄他的角色当然比较独特嘛 他一方面是我们的国王部长 一方面也是美国的代理人 所以他双重角色帮美国人讲讲话也没有什么不对 但作为国王部长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建军备战是国王部长的责任 那建军备战就是说我要找到什么样的军官 什么样的士官 什么样的士兵 我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武器 我要在什么战场上去打什么样的战争 就是国王部长要去想的 要去规划的 而且选择战场最终来考虑什么 我的对手是谁 如果我们今天对方的军队是菲律宾的军队 哎呀 这个破的防弹衣没关系啊 因为菲律宾根本连防弹衣都没有啊 坏的子弹没关系啊 那菲律宾根本就是军队残缺不全啊 所以安心了 感谢美国给我们这么好的军品 就像说我们有些旧衣服 丢了会到非洲去救济 非洲人觉得很开心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丢了以后是到 这个美国去救济 他就退回来 这些对手不同 要做不同的考虑 所以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刚才我听到这个利文讲说 解放军多伟大 我没有看到他多伟大 我也没有看到他多强大 我只是到美国都怕他 那美国都怕他的军队 我们是准备这样的一个军援啊 你不叫我们子弟去受死吗 你不叫我们自己年轻的孩子们上战场去当炮灰吗 是这样干的吗 那我们都不能怀疑美国一点啊 你到底是真心帮我们还是假意帮我们 孩子想要赚我们钱 这个话都不能问是不是 我们花了两百多亿 这个都是现金的 都是我们缴税啊 都是你们各位搭税起来去 去付给美国人啊 我们要雨差没来啊 我们要自走的火炮没来啊 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地雷车 你在讲什么啊 你要不要给我们战斧飞弹 要不要给我们F-35 现在没啊 那没还叫我们什么 用这个去应付解放军啊 这个建军备战国防部长是这样当的吗 顾立兄 你到底在军队里面是否混过来的啊 再来 他不但没有给我们一个足够安全感的 还找了一堆人说 哇 只要解放军跟你们打起来 我们马上就把台积电给炸掉 谁讲的 谁讲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全国安全顾问讲的啊 然后说没关系 我们没有给你们这重武器没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发给你AK-47 我老天哪啊 这能打仗吗 欺负人嘛 当朋友也要讲点有道理的话 那你军事上让我们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 连给我们一部飞像样子的这个F-16V都还三三来死 然后让我们的空军飞行累得半死 这大家看得到的不是吗 这叫朋友吗 我们比乌克兰不如来 为什么 乌克兰你还给他现金耶 对不对 虽然刚才辉文讲对了 不敢让你加入北约 不敢让你加入欧盟 他至少给他现金啊 现在乌克兰军队领的薪水都没关系的啊 我们啊 我们是拿钱自己去付啊 所以这不一样的情形啊 那给我们什么2758号决议案啊 我真的好笑耶 2758号决议案其实说穿的就是什么 民进党用来斗争国民党跟在野党的啦 为什么 你们不爱台湾 连这个对台湾不公平的事情 你们国民党都没有站在台湾的立场上 为台湾讲一句话 让国民党没有选票用的 你看纽西兰 澳洲 哪一个国家 陆陆续续 都说2558号不涉及台湾 要给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机会 你们国民党反对 你们国民党不是人 不是人理论上的吗 你们国民党阻挡 让我们眼泪哗啦哗啦流 我们为了爱台湾这个母亲 我们眼泪流干了 你们国民党还无动于衷 你们是能学动物 逻辑不上推了吗 所以我建立国民党干脆一点啦 就在立法院就提案通过 什么 折成外交部 推动国际友人 民主阵营的协助底下 修订2758号的决议案 帅 管他台湾不台湾就不涉及 就直接修订2758号的决议案 那我每一年就叫外交部长 民进党外交部长 来来来来 这个林佳龙 你今年找了几个人去联合国提案 你没有提案的 我就砍外交部的预算嘛 你不爱台湾才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帮你提案嘛 不然你叫立陶宛提案嘛 你给了20亿美金给立陶宛 连提个案都不行吗 有那么贵的提案吗 有这么贵吗 你20亿美金现在美国选举了 你拿20亿美金到美国去发发发给那参中议员 他们帮你提案好不好 不帮台湾提案 那整天搞得这是有的没有 即使说穿了就是要斗争国民党 国民党就傻傻的 这个连签都不敢签啦 提对案 对 怎么是我们来办的 外交部去办啊 对不对 要不然写个 折成总统 对不对 要求外交部 去找国际友人帮我们提案 不是这样干的吗 然后说我怎么大陆会生气 马英九比较胆小 怕大陆生气 我才不怕咧 对不对 你错了 赖清德会怕美国生气 真的啊 你怕一个国际友人帮你搞搞搞是这样 不是啊 你这是将美国一军 没有啊 美国国委都要通过275报决 议案不设台湾的议案了吗 但是没有要去联合国帮你提案啊 不是啊 那没有用嘛 开提哪壶 不是那没有用嘛 就直接把它戳破嘛 对不对 这样子赖清德会被美国打屁股 就让他打了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的屁股对不对 好不过美国说要军援台湾 结果被发现 怎么送完了是过期四十年的弹药 但民进党就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看哦 拜登政府已经第十六次批准对台军售了 卖给我们价值2.28亿的这个战机零件 代表是我们这个美国的好朋友全力挺台湾 不过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儒博竟然告诉大家 美国从2020以来 对台湾军队现代化的支持 已经停止了 美国只分批提供给台湾价值很低的弹药 还有维持性的物资来强化所谓的 叫做因应防御诺曼地登陆式的攻击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几年来大陆的军力是飞跃式的在提升 结果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却是要我们去打80年前的战争吗 如果美国真的像民进党讲的是坚弱磐石的好朋友 怎么会四年前已经完全停止给我们进行国防现代化的武器的支持了呢 这个台商美商的会长 这一段话我相信很多人看了 包括我再列到下一条 说有这个东西 所以美国已经定掉了 2020以后不支持台湾的这个军事方面的现代化的支持 就是停了 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 真的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怎么会对台湾这个样子呢 台湾需要什么 刚才郑英雄讲的非常非常好 台湾需要 我们需要F35 需要F20 不然再不堪再不堪 那我们都付钱付了快1600亿左右 1600亿左右 买什么 F16V F16V还不是F16CD的 它是AV的改良型 到现在为止 本来去年要交货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交货 原来今年6月份 孤立兄在立法院 被巡的时候 他说第三季 第三季马上结束了 第三季马上结束了 说可以交货 现在又说第四季 我们来看看第四季能不能交货 F16V 到现在都没有交货 那个2000多亿的预算 我都记得很清楚 哇那时候省这个预算 不得了啊 整个民进党要铺垫盖地 休克砍预算 所以就是不害台湾 结果砍最多的是莱斯堡 砍多少呢 2000多一砍多少 砍1000万 我只能够砍到1000万 其他都不同过 他们绝对都输啊 都不过 这个砍 哇里面这个 这个什么作业费呢 什么费 可能加一加 1000万 唯一的 也就是我砍 他们后来也有人讲说 哦 莱斯堡 不害台湾咯 怎么会这样子 跟中共参同调 看我们的预算 战机的钱 一毛钱都没有砍咯 都没有砍 就是砍一些作业费 总共 2000多一砍 1000万 是这个预算 很辛苦的 我们特别预算买的 到现在为止呢 一价也没有进来 本来讲说 去年就要交 要交货了 没有交 到今年 还有我们就看到 最近美国总统 不是打得火热吗 最近的共和党的 副总统 提名人 范斯 这样一句话 他在讲什么 他讲说 哦 美国现在所有的武器 都是支持乌克兰 所以让台湾 没有武器 让台湾没有武器 这个台湾很危险 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 这个要解放军 会攻打台湾 这个话一讲 其实大家都清楚嘛 他就是因为 反中是等于是 美国的基调 不管共和党 民主党都反中 全世界基调 也在反中 的情况下 情况下 他讲这个话 那我们就要 问他 范斯讲这个话 你要不要做一些承诺 选总统啊 选副总统啊 要做一个承诺 川普要做 要不要做一个承诺 上台之后 欠台湾的武器 赶快交卷 欠多少 我们现在总共交了 200亿美金 大概台币 6000亿 欠的呢 19项是多 里面包括这个 政权兄刚刚所提到的 鱼叉飞弹啊 密拉拔啦 这些 我们其实不欠 子弹啦 我们也不欠 防弹衣啦 那个我们自己都可以做 那个台湾都可以做 几十年前就可以做了 实在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结果他送我们这些 这是送的啦 一定 一定有支持民进党 可能会讲说 哎 人家送你还不用钱 要陷阱 假甘陷 送你还要有点 瑕疵品 比例很低 你为什么嫌弃 不要忘了 我刚刚讲了 19项我们正式 白花花的银子 付钱了 200亿美金 到现在都没有来 都没有来 我们在基本上来讲的话 变成是 美国的 这个相关方面的提款机 它那个武器 如果做得比较早 你要早一点付钱 台湾一定百分之百付钱 而且不能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的话 这里面 如果有人想去质疑 这个预算的话 马上就被红帽子 一顶一顶地戴 这是我们的先况 国防部长 这个孤立雄 要把这个真相 让老百姓知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使用的BB扣件 集体爆炸 酿成了上千死伤 外媒把矛头直向台湾 说都是来自于台湾的 金阿波罗制造 厂商喊冤说 没有这个抠机 都是代理商贴牌的 今天还被国安单位约谈 可是民众不只担心 台湾会不会被卷入 而且还会被暴富 会不会有恐攻 也很担心我们MIT的 金字招牌是否会蒙成 但在这个时候 民进党怎么不赶快 想尽办法大家一起来 这个绞尽脑汁 一起来止血 反而马上有人跳出来说 这都是境外势力操作 认知作战 要把台湾跟爆炸案的恶意 来连结 像是沈柏阳就说 事态不明朗 所以才会很容易 被认知作战 问题是 我们的经济部 第一时间还说 对对对 是台湾制造的 是外交部看到 厂商的说辞之后 才改口说 是贴牌的 这件事情 涉及国际的重大恐攻 关心我们的商与 也关心我们老百姓的安危 结果绿营怎么是忙着 在带风向呢 蔡伟怎么看 刚刚来上节目之前 郭政任在传了一个消息给我 说中东很多 下到台湾的订单 比如说穿戴式耳机 通通指定 要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 不准在中国大陆工厂以外生产 其实台湾的台商 不准在台湾生产 一律要在中国大陆生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陆安全措施 做得比较好 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一个事情 贴牌的没责任吗 今天 Toyota授权台湾的很多工厂 在做汽车 汽车有瑕疵了以后 出了车祸 你说日本Toyota总公司 只收授权费就没有责任吗 那个叫做民事赔偿责任 会不会有刑事责任 不知道 第三个 这个说我们是 Made in Taiwan造成这个 BB Code的一个爆炸事件 美国媒体大肆宣传 从平面到广播 从广播到电视 媒台都说台湾做的 那现在他还曾经说 我只是授权 但台湾的Made in Taiwan的商业 已经受损了 受损了我们还要有个 国家安全的担心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 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 会不会对台湾进行报复 我们台湾的飞机 我们台湾的船 我们台湾的商人 我们台湾的住外当中 很多的 你怎么去保护 这不是国安当中要去想的吗 就你知道国安当中 今天早上发出来的通告 第一个通告是什么 他说 这个新闻看得到 都是大陆的IP在宣传 都是大陆的新闻在宣传 你是把台湾人当作 智商57是不是 你国安人员吃饱饭没事干 不赶快想出一套 如何去保护台湾的 在全世界上的安全吗 台湾人这么多旅客在外面 这么多商人在外面 这么多住外单位 如果人家对你提起攻击 你怎么去防护 再来要解决这个问题 国安当中不是要开始设想吗 如何去对协助黎巴仁 去安抚黎巴仁吗 提供足够的医疗用品 资金协助吗 以来安抚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有个贴牌厂商做错事了 他贪图 这个授权费 只知道授权 不知道被以色列所利用 我们要跟以色列赔干净 当然 我们的台湾的情报单位 跟西亚国安单位 CIA跟这个莫萨德 老是混得很熟了 混到可以到那个泰国店 越南店就混了 所以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当然就一下拉不下脸 可是这个为了台湾人力 还是要做 你如果这个基本动作不做 这些比较武装型的 这些伊斯兰世界人 你敢保证他不会到台湾 来做恐怖攻击吗 你敢保证不会对我们海外的 各种飞机 船 货轮 船舰 进行恐怖攻击吗 还有我们的台湾的船 还能够顺利经过红海吗 这个都是要一整套去考虑的 人家会觉得说 不是你台湾做就没有关系吗 是这么单纯吗 对 即使这样的关系 来找上你 你也没话讲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台湾不要当做看笑话 好像说 哎呀这种无关 那个厂商还要去告什么 他的被授权的厂商 你在讲什么笑话 这也就是台湾的国安危机 这真的叫国安危机好不好 就民进党 你认知作战 认知个头 你认知有用 就不会那么笨 好不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昨天北检视第三度提讯 柯文哲讯问的六个小时 还押要找金流 不过过去赖金德说 有证据就依法侦办 不分党派误网误仲才 对得起人民 这个观念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待 目前正在侦办的 包括有郑文燦跟柯文哲的案子 再看以前 有被牵洁的高端案 以及呢 目前还在归宿侦办当中的超私案 这些案子 其实全部都是发生在 蔡政府的执政时期 那赖政府现在说要打贪 OK呀 当然是大家应该要支持 但是如果现在赖金德要速摊 这另一方面不就代表着过去的蔡英文是在护摊吗 否则这些案子怎么会留到现在来争办呢 那在蔡英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时的在发一些宠物文啦 出游的照片啦 可是他过去八年留下这么多的弊案 难道真的是完全不需要追究责任吗 惠永哥怎么看 这个只能看赖金德的意思 看在什么时间点 用什么借口去处理蔡英文 那他不办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基本上这个 即便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明天开议的立法院 又要开始这个吵吵闹闹了 可是那个没有用 那个立法院在怎么办 各位官方你看前面第一个会期 就是在立法院吵得乱七八糟 傅昆琦不高兴就拍桌就散会了 傅昆琦在那边耍官位又有什么用呢 爽是爽那一下子而已 你出了立法院立委什么都不是 所以没有关系啦 明天开始就看立法院他们继续去 马戏团的这个各种的表演 那些东西即便在司法委员会 找这个法务部长啦 司法院秘书长来报告什么 那个都没有用 那个都作秀啦 就如同刚刚这个 这个哈云宇讲的 其实一念之间 在那一念之间 我跟这个赖世保委员抬杠一下 请大家看一下这张黑白的照片 为什么只有黑白的照片呢 因为这是五十年前的照片 这是五十年前 F16出厂的时候的这个纪念的照片 这台飞机从服役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 刚刚讲的鱼叉飞弹是一九七九年开始服役 也四十几年了 所以我们川普总统卖我们的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啦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众党今天的记者会啦 当然这个黄珊珊 黄国昌他们林郭成 他们讲了一大堆这个 这些什么这个要解套的 他们讲了一句话很好玩 他说柯文哲是围了什么法 这问题我相信很多支持柯匹亚 支持这个民众党的小草 也有一样的疑问 他是围了什么法 那现在也不用急 他也不会现在告诉你 那像我们今天中国时报写这个是比较 这个奇怪说拼 拼紧速针结 我想请问一下 紧速针结是有奖品吗 还是有奖金 你拼什么紧速针结呢 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 那郑文燦被刷了四十七天 柯文哲谁跟你讲郑文燦刷了四十七天 柯文哲也只能刷 谁告诉你了 也没有人叫告诉你啊 郑文燦那个案子是随便办一办 他是非常用力认真的在办柯文哲的案子 所以不会有什么紧速针结 他一定台北地研署一定是把所有东西都都很落实的这个处理好之后 他才会起诉 他不会像这个 所以我来回答这个民众党的朋友的疑问说 柯文哲是为了什么法 不是你说的算 也不是我说的算 你们觉得柯文哲是无辜的 二十%的这个什么冗奖是没问题的 那是你民众党的这个讲法 可是呢 在起诉书是有检察官决定 判决书是有法官决定 不是我们讲的算 你看这个友台的这个最新的民调 你是否相信柯文哲 相信柯文哲的二十四趴 不相信的四十五趴 每一件的三十二趴 可见还有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朋友 还在这个观望 然后呢 这个政党的支持度 你看这个他有两次的时间点 一个是五月二十三 一个是这一次 那民进党支持度没有变 二十七二十七 我们看国民党的支持度 二十二二十三 其实在一趴也是在误差范围没有变 我们看民众党 民众党直接这个从十六趴变成九趴啦 所以你说这个这个政党的制度 有没有掉很多 掉很多 那相不相信柯文哲呢 这个相信不相信的接近四十八 而且这个数字呢 我相信会随着这个起诉啦 也就是说将来台北地先署的起诉书 将来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书 那如果说起诉书判决书 照这个这个流程这样走的话 我相信柯文哲个人的支持度 还有民众党的支持度 恐怕都还会往下修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这样走 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在帮柯文哲 这个各种的解释啦 脱罪啦 洗白洗地 我都非常的尊重 为什么 因为你又不是法官 你又不是检察官 我管你讲什么 我等起诉书跟判决书就好了 不然我以前跑司法检掉是跑假的嘛 你们要讲什么 这个陈水扁到现在 他又以为认为陈水扁是建国基金 跟建国在最新 阿兵是无辜的 阿兵是清白的 你们看陈水扁的手 一下子会抖 一下子不会抖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陈水扁现在都主持广播节目 变我的后辈了 每天在闭闭笑 你去笑什么 对不对 陈水扁不用抓回去关吗 当初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的人是谁 不就是郝龙斌跟马英九吗 郝龙斌说 我们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才能蓝绿大和解 大和解在哪里 马英九2014 9合1惨败之后 2015 1月就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到现在 他已经打破了我们的记录了 从来没有人保外就医这么久了 陈水扁第一名 所以刚才哈渊他说 蔡英文又在那里坐游艇 又在那里乘舌 到陈其脉在高雄港 怕哪怕去 你看得下去吗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你还是得去等 北检的起诉书 跟法院的判决书 不是你讲的算 也不是我讲的算 我跟柯文哲也没什么恩怨 他今天要去徒弟进化城市 我叫他去的吗 你不要忘了 2017年 他在第一任的时候 柯文哲对荣基的移转 他是深恶痛绝的 为什么你变了呢 你不是说财团用刀叉吃人肉吗 那沈庆金不是财团吗 吴东金不是财团吗 是你变了 不是我变了 是你变了 你当初还是有那个理想性 你说容金移转 这个是都是从头到尾 都是胡搞瞎搞 结果你自己第二任的时候 你大转弯 帮进化城开绿灯走后门 那这个没有关系 当然观众朋友也不是我讲的算 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这个应小微的收押日期 是8月29 一张押票是两个月 可以延压一次 我相信台北地先署 他会慢慢的办 为什么 因为还有那个木可 今天友台的民意 还有调查那个木可 说柯文哲那个政治奸行 是报假账 还是这个错误什么的 他是有两个案子 至少是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木可 一个是金华城 他不会草率的办 因为台北地研署 丢不起这个脸 因为最近也被大家骂得很惨 他也会谨慎的办 我们不用急 也不用现在就下定论 等起诉书跟判决书出来 就知道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土计划法预计明年的四月底上路 但是不但地方反弹 就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二十二个委员一起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要推迟国土法的上路时间 但内政部的刘世芳就说 他要依法行政 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国土法呢 其实可以说就是叫做法律的配套不完备 民意反弹官员还状况外 真的有必要这么急强推上路吗 施宝员 这个国土这个计划法一定很多人在想说 这是什么 百花文能不能讲清楚 因为你只是读那个条文 漏漏灯啊 他国土计划就是把国家 把台湾整个地方当作一个单位 说我要分 里面要分了这个产业啦 公共建设啦 居住啦 国土保安保育防洪等等的 分区别来 跟过去也有一个区域计划法 过去区域是北中南东 现在是国土计划法 结果这个案子 现在大家最吊诡的就是 这个案子民进党不是执政吗 内政部长到现在 刘世芳还说 明天4月一定要推出去 可是他们之下的立委 22个跳出来反对 当然 蓝的立委也是有反对的 白的立委也有反对 反对旅游在哪里 外交你也不认真看 你不一定看动在反对什么 在反对就是 我一欺负你以后啊 哇 我这个农地啊 好 优良啊 优良的农田 叫农一啊 一二三四一啊 良好叫良好的农田 叫梁就是 农二 农啊 农一 农啊 我多多赞的 我这土地我会的 农一呢 这么多的土地 结果下一句话是什么 开发受限制 对 开发受限制啊 各位 各位你仔细听好哦 开发受限制 如果讲得难听一点的话 这会不会 借这个开发 来炒地皮炒农地 会不会这样子 好了 这个云林县长就提出来了 为什么把云林县里面有四万公顷 四万公顷好大一片 都变成农一啊 农一就是变成 给开发就有些 还接近一千的保余地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那大家也会问啊 那为什么光丁农一